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约伯纪第九章 约伯纪第九章总共有35节 比较长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约伯回应彼勒达 承认神伟大的全能 我们把这一章分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1到10节 约伯发言强调神的全能和伟大 第二段是11节到24节 神既然如此的伟大 人哪里有权力 可以和神辩论 第三段是25节到35节 约伯在强调自己无辜 他对神的绝对权柄表示无奈 甚愿有人在中间为他听诵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2节、20节、25节和26节 圣经这样讲 我真知道是这样 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 我虽有义 自己的口要定我唯有罪 我虽完全 我口必嫌我为弯曲 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 急速过去 不见福乐 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 如急落抓实的鹰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昨天第八章的经文当中 苏亚人比勒达发言 一方面强调 神不偏理公平公义 同时指出 约伯的家中一定有罪 他告诫约伯 不要成为忘记神的人 和不敬虔的人 因为神不丢弃完全人 也不扶住邪恶人 第九章约伯就就着比勒达的发言 做了回应 他在这一章当中 直接回应的就是比勒达所提的 有关神公义的问题 约伯是怎么看的 约伯是怎么感受的 怎么理解的 可以说在本章中 约伯深切的表明了他的无奈 本章比较长 出读本章经文的时候 也不太容易理出 约伯所讲的思想的脉络 但细细读来 还是能抓住梗概 所以大家在读经的时候 不要失望 慢慢读 细细读 那么由古老诗歌当中 所反映出来的思想 就会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明朗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约伯承认 神乃是一位 伟大有全能的神 本章是约伯对比勒达的回应 一开头就切中了问题的核心 约伯表示 他绝对是相信 神乃是公义的 公平的 并且也永不偏离 但问题是 像他这样的人 并没有犯罪 却遭受到目前如此大的惩治 那么伟大的神 他的公义标准 究竟谁能够达到呢 按照约伯的感觉 和估计 那就是无人能达到神 公义的标准 所以弟兄姐妹请记者 在第一段中 第二节是这一段的关键 其他的经文 可以看为是 对这节经文的 论点的 烘托 和支持 第二节的经文说 我真知道是这样 但人在神面前 怎能成为义呢 在约伯看来 这一义的标准 恐怕谁也达不到 第三节他说 若愿意与他争辩 千中之一 也不能回答 这是指 神 若是和人争辩 一千个人当中 连一个能与神 对上话的人 也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第四节就有说明 伟大的神 心里有智慧 且有大能力 谁向神 刚硬 而得亨通呢 这个意思是 谁有本事 向神 发起挑战 而能与神 同起同坐 进行争辩呢 因为最终挑战者 要与他辩论的人 一定会全然败落 约伯讲完了 人和神不能相争 紧接着 就按照圣经 常常有的做法 左耳去形容 神的全能和伟大 这方面主要是从 宇宙和自然的角度来说 显示创天造地的神 是如何独行其事 掌管外有 有嫁于外有 所以第五节到第十节 就是对神 伟大作为的描述 经文都是以神为主导 都是提到他怎样 这段经文很精彩 提到说 他发怒 把山翻倒挪移 山并不知觉 他是地震动 离其本位 地的柱子就摇汗 他吩咐日头不出来 就不出来 又封闭众星 他独自铺张苍天 步行在海浪之上 他造北斗 参兴 茂兴 并南方的秘宫 他行大事 不可测度 行其事 不可胜数 如果我们大家去参考 像诗篇一百零四篇 第一节到第三十二节 另外还有哈巴古书 第三章 三到十二节 就会发觉 经文有类似的描述 都在讲明 神在宇宙外有 天地之间 和自然界里 所彰显的能力 权柄 和荣耀的歧视 在刚才五到十节的经文中 细细地看来 约伯是在描绘 神大能的能力 他在从山峻岭 还尚未知觉的情况下 就将他们挪移 这是第五节 当然浙江山岭 拟人化了 赋予了他们 有人为的感觉 神又借着地震 将地的柱子震动 所以大地就摇汗 神还掌管 日头发光和闪耀 若神命令太阳不要出来 太阳就不出来 他也可以决定 满天的星宿 到底发不发光耀 还有 苍天乃是神 独自铺张的 神只要乐意 就可以步行在海浪之上 另外神 也在广大的宇宙中 造了众星 还在南方 安设了秘宫 在这里特别说一下 约伯在那么古老的时候 就提到了神 所造的北斗 参星 卯星 以及南方的秘宫 这都表示了 古人 对神所造的天文 有着深刻的认识 因为像北斗 参星 卯星 这些通常都是在秋天的时候 在北半球的天空上 能够清晰看见的 三个非常大的 明亮的星群 人们在那么古老的时候 就已经对天上的群星和万象 有所认识 这实在是不简单 因为像北斗 在古代的时候 也常常出现在 中国人的诗歌里 约伯将这一切 都归功于神伟大的创造 并且伟大的神 还运行在他的造物之间 等到后来 在38章 31节到32节 还会再提到 天上的星星 这一切都显示 神乃是何等有权能 何等伟大 又何等无限 并无比超越 神所做的一切事 都是大事 超出了人的理解范围 其实约伯 为什么要谈神这么伟大 伟大的如何如何呢 主要是要强调一点 在这样伟大的神面前 人若是要与他争辩 与他较励 向他挑战 就毫无胜算可言 接着我们看第二段 11节到24节 在这一段中 约伯继续讲到 人无权 与神争辩 在第11节到第13节 约伯先是谈了神的三个方面 一 神的行动 二 神的做法 三 神的怒气 以这三个方面 来说明第14节 他所要提的 那就是 我怎敢回答他 怎敢选择言语 与他辩论呢 在11节当中 约伯先提到神的行动 约伯说 他也就是神 从我旁边经过 我却看不见 他在我面前行走 我倒不知觉 人不能看见神 因为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是灵 约翰福音第四章 24节 人无法看见 也无法探测神的行踪 保罗也曾经就此赞叹过 他的踪迹 何其难寻 这是罗马书第11章33节 第12节又提到 神的做法 约伯说 他夺取 谁能阻挡 谁敢问他 你做什么呢 人常常习惯于神的给遇 和神的赏赐 但一旦神收取 或抢夺 人的感觉就是反常的 但约伯在此就问 说神的全能就体现在 他若向人夺取 无人可以阻挡 无人敢问说 你做什么呢 在第一章当中 约伯就已经惊艳到了 神的夺取 神夺取了 他的牲扣 家业 还夺走了 他的儿女 到了第二章 神还下手夺取了 他的健康 这一切 在约伯的感受中 都是 谁能阻挡 因为无人敢问他 你做什么 我认为你做什么 我认为何就要做了 你试一 peu 那么 我认为你做什么 我觉得是因为 你会怎么做啊 你做什么 我认为你踊